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PASS通期月票上路的第一个上班日 民众排队有些市民还不太熟悉 加值和搭车流程 有没有想说昨天已经1号了 想说今天再来就好像是一样中号这样子 结果呢 看起来还是蛮多的买的 好用吗 还不错 一个月大概省多少 一个月省大概1000吧 来回一天大概74块 所以这个月卡慢慢好用 对 划算 来来 T-PASS这边 好来请过 请过来 客运和火车站服务台都有排队开卡人潮 因为不少民众误以为不用开卡就能使用 横跨北北基陶的T-PASS月票可以直接购买 也可以在原本的优优卡内 储值1200元设定 不过两种途径都必须到特定的窗口设定开卡 我以为直接储值就有了 结果还要来设定 今天有没有拖一点时间还是还好 有啊 这样子有拖到大概5分钟 1月00的月票它储值以后 它并没有去开通 所以你上车以后还是扣15块 所以买了1月00的月票 储值以后一定要去台铁啊 或是捷印站 或是国王特印的这个金融站 去靠卡 去开一卡 金融市长谢国良一早就从二讯循环站 手持T-PASS月票搭乘试公车 在车上还有民众询问相关讯息 一个月1200元都可以无限使用 在哪里 在那个火车站那边可以吗 火车站 火车站 火车站啊 对 还有国光客运那边 对 如果你有去台北的话 对对对 我会去台北方 对对对对 来到国光客运站 谢国良视察民众处置情况 不过机器似乎有点卡卡的 让民众花不少时间办理开卡 这台招收集没办法出的话 那就特别难 昨天跟前天都速度都很快 然后今天就变很慢 随后谢国良前往火车站 视察民众持T-PASS走特定通道情形 针对民众反应 目前没有自动处置功能 谢国良表示会向交用部反应 希望能够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每个月用到月底的时候 还是要零贵来申办下一个月的月票 然后要月奖一千二 当然会觉得现在的制度 每到月底的话 应该很多人都会过来 延续他们的月票 应该每个月月底都会有不少人 所以我们研商 如何未来可以做到自动处置 不过先让这个月票上路 先让民众习惯 我们刚刚也碰到一些民众 他说他每个月每天 其实有上百元的通勤的金额的使用 所以这个月票对他来说 一定可以省下不少钱 那当然刚刚也看到民众 其实有在计算 那有一些我们也还没有考虑要使用 总之假如使用这个1200月票 可以搭乘台铁客运 公车北捷甚至U-Buy 对我们的通勤组有便利的话 也比较省钱的话 鼓励大家尽快的来申办使用 那我们预估在大概从早上7点开始 就会有比较多的通勤或是通学的民众 那也的确我们发现就是 比较多的民众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月票的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在之前车站的设定 就是会设所谓的专用通道 以及因为有所谓还是有部分的民众 他会使用的是一般的U-O卡 所以他还是有所谓的传统通道 那这两个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早上都会有加派人力 来做引导的部分 在的确也会有一些民众 可能会有排队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会引导做所谓的适度的分流 也包含是在买票 这个售票窗口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是开地板窗口 跟专用窗口两个部分 在人力就是人潮比较兇浓之后 我们就会他们来做一个分流 来疏散民众的一个排队状况 月票刚上路 第一天上班日状况还真的不少 不过因为价格真的很划算 还是让通勤族很有感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世界大露营即将在韩国登场 金融市同军会理事长张渊祥 和女同军会理事长林立禅 特别受齐 带给全世界的人认识台湾 从基隆开始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基隆代表团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前 特别为四位小队长配挂勋章 所有表扬和勉励同军伙伴 也期许同军团员们 能够勇于展现团结精神 将基隆友爱城市让世界看见 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性的活动 我可以跟世界上的许多人一起同乐 可以认识外国文化 同时我也可以把基隆的一些特色 还有一些文化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做世界的交流这样 就是很难得 就是因为就是可以代表基隆市去参加这样 然后就是在那边会有很多人 所以也会认识各个国家的同军伙伴 为了这次世界大露营 金融市同军会特别设计独有的背包 代表队将在8月1号前往韩国 和全球160个国家高达5万名同军伙伴一起交流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的团队 要前往韩国的新万金营地 来参加围棋十天的大露营的活动 会跟160个国家全世界5万个人一起集中在这个营地里面 相互的交流 把过去在同军所学习的技巧 以及所有的相关知识 运用在这次大露营身上 而且能够在大露营跟160个国家互相交流 这是人生当中难得的机会 基隆市同军会在基隆市政府的支持之下 我们把男同军女同军 共同在今天做一个授旗的典礼 身为同军会的理事长 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团长的设计之下 特别做了与全国不同 当然跟全世界不同各自的背包 以及我们所有的备章 都是我们客制化 为基隆所设计的 我们要跟基隆市政府 也会带领一些基隆市政府的 一些宣导品来宣导我们的城市 让他们带到全世界 这160个国家的大露营场合 为我们基隆市成为我们的外交大使 成为我们同军的伙伴 带着市民满满的祝福 60位同军成员即将展开 为期10天的交流 希望从这次世界大露营活动中 茁壮成长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这边晚上的时候 常常有民众经过的时候 照明也不好 就会不小心掉进去 然后造成一些受伤 卖经路就是这一段没有水沟盖 被民众诟病 接获成情的市议员郑文婷 特地办理会堪 服务处有接到民众成情 就是说在这个加油站 对面边的这个水沟 长期以来都没有铺设水沟盖 那即便像市政府这边来提出成情 好像也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决 那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来办理会堪 苦民所苦 议长童子威与市议员吴华家 也亲自到场关心 公务处指出不做排水沟的原因 因为对面是陡坡 然后雨大的时候夹杂一些泥沙冲下来 那根据经验的话 那边会有宣泄不及的情况 所以如果加盖的话可能会阻挡 它那个泄水的量可能会不足 了解原因也呼吁民众走对面侧才安全 同时也要求相关单位要做好安全措施 与清除的动线指引 谢谢文庭总招接获这个民众的陈勤 在我们边坡护栏上面 还有人行空间的关注 那我们今天要也 他们也特别要求公务处 来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护措施 让民众有更安全的通行空间 因为这边大概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全国加油站这一排 才有办法行人走人 那就应该要求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把标示做得更清楚 那边坡做得更安全 让民众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呼吁我们的附近的市民朋友 大家如果在行经这个 全国加油站对面这一段的时候 希望可以大家可以走到 加油站这一边来 会比较安全 那也因为我们对面那一侧 其实是有落实的状况 所以呢我们也请 我们市政府可以加强防落实网的维护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呼吁民众行经此路段速度放慢 遵守后置 平安回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示范骑机车 经过这处边坡转弯处时 扬起砂石容易打滑的情况 这里是暖暖区新龙街34号附近 六二快速道路高架桥下 桥墩路段 边坡容易因为下雨流下来 大小不一的土石和细石头 再加上是转弯处 如果下雨天时更容易造成 机车经过这里时 雷残摔倒 不少民众向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反应 联恩典特地会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林佩祥市议员 一起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公务处和公路总局等 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会刊 将在最短时间内改善这个问题 保障机车骑士的安全 发现因为桥墩下面的这个土坡 经过下雨的可能就有点冲刷 那下面不但有泥沙 还特别是碎石子 导致常常在这里又是转弯处 那机车滑倒的几率非常的高 那今天来这里我们和公路总局 以及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公务处 到现场来会刊 那也有决议桥下部分 就是脏乱的地方 有小狮子的部分 由公务处来这边处理 那我们为了要一劳永遇 让这个桥墩底下的河坡 再不要有沙或者是碎石粒掉下来 我们请公路总局来处理 那公路总局也有答应 这边要做桥下面这一段的河栏 然后来解决这个一劳永遇的问题 尤其下雨又晚上的时候 这边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 摩托车只要一不小心 因为小食指而发生一些事故 后面的小货车 极有可能会造成追撞的状况 而因为这边的照明不足 所以大家的不管是机车骑士 还是开车人会导致他们反应的不足 而长期的计划来讲 我们要在这边建请公路总局 来做出对于编波的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公路总局刚刚也释出善意 从善如流 他们愿意在道路的旁边 增加一些矮墩 护栏 然后把这些小食指把它护住 让它这些小食指不会因为极端气候 好大雨的发生 让这些小食指落到地面上 造成交通事故 林佩祥也建议这处地点 除了由公路总局在边坡底下 加装矮墩或是原石 煎烧土石流到路面上之外 应该在加装路灯提升亮度 保障机车骑士在下雨天晚上 经过这里转弯处时的行车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近4000公斤的爱新米 在佛光山极乐寺大雄宝殿上 直接送到受赠单位手中 今天捐赠的单位 除了有学校 社区老人关怀据点 还有很多的弱势团体 那么总共有41个单位 那这个希望呢 透过这样大家的爱心 那么善的循环 能够带动社会的一个 好争善美 我们现在薄荷公怀协会 照顾许多基隆市的低收入户 那目前7个行政区 共计有帮助了800余份的物资包 每个月来做发放 感谢我们国际佛光会 然后基隆信义第一分会 的一个白米的捐赠 让我们薄荷公怀协会 可以透过日常的物资发放 发放给社会上所需要的家庭 金融区的佛光人 齐心成就佛光有爱 灵饥饿 爱新米联合捐赠活动 以慈善福利社会的精神 帮助社会上苦难的人 朝灵饥饿的目标努力 冯荒山除了长期关怀地方民众以外 这一次也结合了联合国SDGS 第二项的减少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希望从我们的一个基隆市开始做起 那让大家可以关心到 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饥饿的一个变化 我想最后再一次感谢 我们冯荒山极乐市对于地方民众的照顾 感谢所有参与爱新米联合捐赠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让善的力量在社会循环 也为永续发展农业尽心力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 七龙报导 颁发奖助学金 让光荣加商诱保课的学生 加强职场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 达成毕业及就业的目标 想要读幼保科是因为我觉得幼保科的课程多元又丰富 不单单只是帮宝宝洗澡 还有很多跨领域的课程 还有很多志工的活动 老师会推荐我去参加 那上大学一直是我未来的梦想 但是我觉得大学的学费太过的高昂 我跟家庭可能无法负担得起 那经过老师这个讲解 让我知道产学合作对我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也希望我能把高职三年所学的支持 运用在我以后的就业上 我很高兴就是可以领到这次的奖学金 对然后我也谢谢就是学校还有老师 就是给我们这么多机会 然后就是也给我们很多鼓励 首先我们想高兴能够跟金融集团 以及南亚技术学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产学的过程里面 无缝的接轨上大学的阶段 以及未来就业的一个场域 那这一个是一条龙的服务 我们借由这一次的合作 我们把金融国际集团 南亚技术学院的资源 师资设备导物 光荣加商的幼宝科 为我们幼宝科的学生提供就业职能 课程学习 证照取得校外实习以及就业接轨一条龙的服务 能够深耕然后培养更多优秀的 幼托方面的人才 那希望呢培育呢他们往主管 那甚至呢站上国际的舞台 那我们那个创办人张艺雄董事长 今天又特别加码 鼓励同学们在这个统策 400分以上呢我们加正笔电一台 然后500分以上笔电加手机 那目的是希望说 让同学们呢能够呢 更努力有一个目标 然后呢毕业以后马上就就业 金融光荣加商 南亚技术学院 经国际教育集团三方产学合作 使幼教产业可以以一条龙的方式 完整培育 让学校结合教学与食物的能量与资源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职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求职罚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民众上网购物 到超商取货是常有的事情 但稍不留意 很可能就会落入诈骗陷阱中 近期警政署洗手超商 一起为民众守住荷包 将超商最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 宣导给民众 祝他们提升诈骗防护力 我想反诈骗是全民的运动 也是政府部门跟师部门的 一个共同合作 尤其全家在全国有 4200多个营业点 那面非常广 而且消费群众将近1600多位 这么多的一个万 1600多万这么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民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反诈骗宣导的一个点 所以全家这次警政署跟全家合作 拍摄很多的影音短片 会放在全家的各个点的一个 萤幕上面来播放 让消费者都可以看到 这反诈骗的一个宣导内容 让民众都知道各种诈骗的一个手法 那当然全家的从业人员 他们在进出这个消费者 在无论提款或者是购买网路游戏 或者是代办这个付款的时候 都可以尽一部分的力量 来多关心多关怀 可以来主杀 让这个受骗的民众 能及时他的款项 能及时把他挡下来 很重新跟警政署一起来合作 来前面反诈骗 那我们主要有三招 那第一招就是我们透过全家便利商店的 所有的4200多家店里面的 这种影音多媒体系统 包括我们的一个电视的萤幕 包括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广播 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个贴近消费者 生活的一些诈骗情境来播放 来教育提醒消费者防范的意思 那第二个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透过我们全家的APP 尤其是我们会员 有1650万个会员的APP里面 去做推播去做提醒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效益 训练我们的店员 尤其是消费者到店里面去的时候 它的一个比较异常的一个状况 那多一份关心提醒 你要注意哦 是不是诈骗 是不是你买的包裹 是不是你 那这样多一份关心 就可以少一份诈骗 那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全家放心取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未来即使你收到这种幽灵包裹 那如果不是你买的 然后你可以透过全家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渠道 然后去申请退货 把这个包裹退回去 然后就可以让消费者 即使被拿到这样的一个幽灵包裹之后 还有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跟管道 那当然在这边还是要呼吁 我们所有的民众 全民反诈骗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22诈骗案件近三万件 财损金额更是逼近70亿元 便利商店因为据点密集 容易成为诈骗世界媒介 像是民众在商店会遇到代码缴费 领取包裹或点数购买 这些都是不肖人士常会用到的诈骗形态 但现在就有业者积极阻诈 且不同遗忘 民众需要自己联络防诈相关单位 现在店员可以主动帮忙联络 并且协助退货 在APP上也有争议包裹退货申请平台 轻松操作 消费者他收到了诈骗包裹之后 那他希望就是去做到退费的话 你现在的这个 全家放心处的平台里面 可以线上一键去做退货申请 那在这里的话 就会就是阅读条款之后那同意 那你只要去输入你的托运的单号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 现在我到店铺去领包裹 那店员都会再多就是提醒说 这个是不是你的包裹 或者是非卖家 或者是这个厂商就是名字比较特别 他都会另外提醒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我会在就是网购平台上面 那就是他会选择说可以到哪一家 就是便利商店 他其实APP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的包裹有没有到店 那我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先做到 确认说我的包裹 是不是真的已经到店铺 是不是诈骗这样子 假如说遇到诈骗 以前都还要自己去联动相关的日益 然后联动说我要进行退货 那现在可以到平台上面去进行退货 还蛮方便的 那除了钱价以外 当然其他的包括金融机构 我们每一个金融机构 都有相关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这个工作都在进行中 包括了如何去关怀提问 来挡住这个被害的这个金钱 那其他的超商部分 我警政署也会陆续跟他们来商谈合作 我想最常见的取货诈骗 有像包裹 幽灵包裹是最常见的 刚影片所呈现出来的 没有订购 结果收到这个包裹 那显然就是幽灵包裹 也就是诈骗的一个包裹 从一页四的广告 或者是随意的寄送的包裹 来诈起民众的款项 那这透过全家的从业人员的一个 一分警截 一分提醒我们取领包裹的民众 那就可以组诈骗 提醒民众来放诈骗 若遇到疑似诈骗包裹 且物流厂商为商店合作伙伴 只要简单步骤 就可以完成退货 消费者还可以清楚掌握进度 不需苦等物流厂商联系退货 缓解消费者的不安 给予实际帮助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这里的禁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忍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要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跑 姐姐 你好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始终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你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还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凶八年就 高丽所在靠边教 跟高丽扁担心目期间 自一百凶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凶九年二月催五为止 靠教育无人 救护高丽所在靠边教到高丽扁担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扁担心目 无数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件过的上团成功 就完成心目停止 心事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在进步电阻心目交水合部网站 下载高丽所在扁担心目系统转贴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席中处的风扎园 政府通过的计划丽扎丽扎 中学酒业丽扎丽扎丽扎 来做市政警局 我是风扎园 请一期领力丽扎丽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